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366集 雅贼 的确也听说贺峰庄子捡回一条命 但是伤得太重了 一直隐居闭关养伤 再没见过他的踪迹 这次不会是养伤养了六十年 现在伤好了出来作怪了吧 没准 这小子当年也是如日中天 可惜殷侯一席之间让他一无所有 他恨殷侯 恨魔宫 那是一定的 孟卿明知道他是魔宫的敌人 怎么还跟他有来往呢 还有一件事我比较在意 什么事 大腕 魔宫三人叫孟卿做少主人 嗯 的确很奇怪 孟卿的身份是他们的后辈 为什么他们三个看着那么听话 少主人 魔宫都没人这么叫 我们连昭昭都很少叫少公主 婴侯都不让我们当面叫公主 说听着像公猪 就是公猪公猪的 还不如斩家小猫爷 斩家小猫爷 小四子扬起脸 指着自己的鼻子 那我是公孙家小四爷吗 公孙让小四子逗乐了 正想揉他两下 一旁赵普拿着被金孝子们啃成杆子的菜叶 戳了戳小四子 赵家小四爷比较好听啊 嗯 是 小四子点头表示同意 公孙踹了赵普一脚 又怪儿子 他也是我儿子 折扬 那三魔开口了没有 开口是开口了 不过说话就不靠谱 要不然一问三不知 要不然就扯到天南海北 还挺忠心 那三魔也是出了名的小人 没什么原则才对 怎么说口如瓶啊 似乎藏着什么大秘密啊 众人正讨论呢 庞玉拿着个纸包从外边溜达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包颜和天尊 白玉堂见天尊突然来了 有些不解 仔细一看 天尊还扁着嘴 似乎心情不佳 众人对视了一眼 怎么了这是 包颜边给天尊倒茶 边劝他 您老消消气了 大不了我下次 再帮你挑剑更好的 天尊牛脸继续不开心 怎么了 我跟小馒头在古董街碰上天尊了 小馒头帮他挑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罐子 真品 不过被人抢先买走了 白玉堂失笑 难怪了 好容易挑着个真货还被人买走了 唉 那个抢东西的女人真厉害啊 想着买古董的是个女人 是啊 手那叫一个块 我刚跟天尊说这是真品 那罐子就被他抢走了 我跟他理论 他还说他早就盯着了 谁叫我手慢 之后付了钱就跑走了 众人都看天尊 天尊来气 一个二十多岁的丫头骗子 他都一百多岁了 总不好跟人抢东西 天尊你也是 唐玉将手里的纸包打开 放到小四子和萧梁眼前 原来是一大包干果 他边往嘴里丢着花生米 边拍着天尊的肩膀 没大没小的 早说了 让你跟他要回来 那姑娘古灵精怪的 一看就是个小患子 照我看啊 估计是个偷儿 这无凭无据的 可不能乱说啊 你不晓得 最近啊 长州府的偷儿 听说可不少 真的 也难怪啊 衙门呢都不办案了 我爹虽然在这儿 但忙着查杀人案 这种雅贼可油花啦 通常都是女的 这你都知道 蛇有蛇到 古董啊 有很多路子都不带光彩 很多人都是出了银子 叫雅贼去偷 这种贼通常轻功好 人机灵 只偷古董和迷人字画 不留痕迹 不伤人命 所以啊 叫雅贼 我看啊 长州府这一带 人都挺富的 逛古董街的时候 听到不少人说 失窃的古董 就这几天出的事情 不用问哪 这是有个厉害的雅贼 趁乱了 上这儿偷宝贝来了 越乱越添乱 说下来 这件事情貌似是前阵子就开始了 孟清家里也遭过贼 你有丢什么东西吗 好像是丢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他当时火伤的挺厉害派了不少人找 我问他要不要帮他找 他又说不用 说没丢什么大东西 不过 我看得出来 他当时是真的很着急 展昭想了想 笑了 伸手一抓白玉堂 走 去哪啊 买古董去 展昭拽着白玉堂上街 两只金翘子就跟着飞出去了 白玉堂给两只虫子弄了一对小巧的葫芦柱 比竹筒透气还宽敞 挂在腰间也不碍事 他和展昭一人一个正好一对 展昭和白玉堂来到了古玩市场 白玉堂看向展昭 要怎么抓 先不管抓不抓 先给天尊玄脸羊争货 白玉堂觉得倒是不难 他对古董向来在行 于是一家铺子一家铺子看过去 最终被他看中了一幅字画 白玉堂刚伸手拿到手里 同时另一只手也抓住了画轴的另一端 白玉堂看了看来人 就见是个二十来岁白衣服的姑娘 看着十分机灵的样子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 很顺利 姑娘 有事啊 本小姐先看上的 你们两个大男人不会跟我抢吧 白玉堂轻轻松了手 看向那铺子掌柜 无论他给多少钱 我给双倍 哎呀 丫头骗子别添乱了 是这位公子先看上的 掌柜的眼都冒金光了 对那姑娘摆摆手 那姑娘急了 瞪那掌柜的 哎呀 掌柜的 你这是见钱眼开啊 好啊 本姑娘出一万两 拿出来看看 拿什么 你的一万两啊 展昭站到他另外一边 见他腰间 还跨着个鼓鼓囊囊的包 里头应该是从天尊手里 抢回来的那两件宝贝 那姑娘看了看展昭 又看了看白玉堂 最后 她注意到了展昭手中的巨缺 姑娘抽了口气 赶紧松了手 我不要了 好女不跟男斗 那姑娘说完就要走 白玉堂和展昭一起退后一步 挡住他去路 哎 喂 你们要干嘛 我很非礼啊 小贼 跟我去衙门走一趟 那姑娘着急 剑跑不掉 蹦打着就喊 来人啊 非礼啦 古董街好些人都好奇的驻足观看 有几个还真想过来帮忙的 但一看 拦住那姑娘竟然是展昭 旁边那位白衣公子好像是白玉堂 众人面面相觑 长州府谁都知道展昭是谁 这两位大侠怎么可能非礼一个姑娘 看看你们钱袋丢了没 这是个女贼 话说完 众人赶紧低头看钱袋 随后议论纷纷 原来是个女贼 那姑娘睁大了眼睛瞪展昭 展昭站在她身后 最近可有不少人家丢了古董啊 你不建议我在这里说吗 那姑娘嘴都扁了 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白玉堂 直跺脚 哎呀 你们两个都是大人物 干嘛跟我个小贼叫针啊 放我走啊 放你走可以 不过先回衙门 有点事情要问你 我是贼 进了衙门还能出来啊 那就看你能不能将功补过了 哎 长张笑起来真好看啊 再回头就见白玉堂抱着刀 在一旁站着 女贼叹了口气 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啊 帅的姐姐我两腿发软 走吧 展昭带着她回展府 回去的路上 展昭肚子饿了 买了几个大包子 分了一个给那姑娘 又给白玉堂 白玉堂照例是不肯在路上吃东西 展昭无奈摇头 白玉堂什么都好 就是这公子病啊 姑娘啃着包子 就听展昭问她 怎么称呼啊 我叫阎灵 三守阎灵啊 十大非贼之一啊 失敬失敬 展大人 你就别笑话小女子了 跟你们两位怎么比啊 我俩算什么 你连天尊的古董都抢了 还怕我俩 阎灵愣了愣 白玉堂看了看她腰间挂着的那个瓶子 姑娘张大了嘴 你瞬间接吧 天 天 天尊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 眼灵无嘴 她刚才还奇怪那位公子哥 怎么一头白发呢 天尊不是一百多岁了吗 为什么那么年轻那么帅 还好我刚才没调戏她